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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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造母新个案 另外最新公布怀疑出现大厦传播的是沙田石门村美石楼 暂时有两个零七室单位有人染疫 当局说这波至今 由超过24座大厦出现垂直或横向传播 这些大厦我们也很快在做一些撤离处理 包括农历新年期间 几乎也是天天在做这些行动 在今次疫情的经验大家看到 其中一个风险位就是抽气 还有U型格气位的防御措施 当局再次提醒要保持家居卫生 并且定时注水到渠口 无线电视记者彭永熙报道 尼泊疫情至今还有320宗个案未找到感染源头 当局估计社区有数200条传播链 另外多间院舍有人感染 亦都在有没有接种疫苗的患者病情恶化 要入深切治疗部 三间院舍有人确诊 包括深水保园周街百乐安乐园 一个93岁没有接种疫苗的女院有 同院舍大约30个长者和7个职员需要检疫 旧世军保林长者之家一个保健员也确诊 40多个院又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雄文田香港尿能协会省康员 有两个人确诊和两个人初步确诊 分别去护士、存访员工和职员 部分院又和职员需要检疫 再有感染Delta的患者情况严重 继77岁没有接种疫苗的女病人至今仍然危态 再多一个没有接种疫苗的84岁男病人情况严重 她入院三天后要转到深切治疗部 所以可以看到其实如果没有接种疫苗 在这些个别的个案上 你会看到它的病毒量是会多 而从而造成超级传播的现象 疫苗也是有效可以帮我们做到 减低感染了人的重症的风险和死亡的风险 我们尤其是希望长者尽快可以提升接种的覆益率 当局说本港金波疫情累计超过320宗源头不明公安 遍布全港各区各个阶层 最多住在深水堡、沙田、九龙城、葵青和黄大仙 其次是尹尖王和屯门 估计社区存在的传播链达到3位数 当中不少是新春期间的跨家庭罪会引起 中国人的传统都会去不同地方吃饭和拜年 有些人都有去保镰寺、车工廟 这些人比较多的地方 我们都担心在这些地方都会有些传播 深水堡教会群组至今12个人确诊或初步确诊 元朗广场的爆发累计13个人受到感染 被问到个案散落全港各区 公布患者资料的时候 也有部分个案未收集得及 围堵方式是否有效呢? 行政将官也解释过全民检测的困难 而第二方面我们主要做到的目的 希望都是做一个围堵 尽快做到围堵 尽快做隔离 全民检测的效果 其实之前我们在2020年 有做一个社区的全民自愿检测 也都见到不是真的收效很高 故此在现阶段来说 我们会集中的资源全力先做好围堵 当局说这波疫情仍未达到高峰 呼吁出现轻微病症也要立即求议 无线电视节奏 在新报道 黄大仙和屯门区多座大厦 因为污水检测到新冠病毒 立入强制检测名单 包括鑽石山两个屋苑 宏景花园传授六座 屋苑的综合大楼和停车场 以及附近的家风台传授五座 住户和到访过的人都要检测 至于屯门大兴花园第二期 第十十一座和卓尔居第五六座 曾新住大厦的人也要在指明日期 强制检测 至于沙田和屯门 在有公共屋邨排放的污水样本呈阳盛 要遗风强检 其中沙田美田村有三座 美兽楼、美景楼、美智楼 晚上七点半起先后遗风 居民陆续落楼做检测 至于屯门梁景村 近日陆德个案的梁杰楼和梁伟楼 夜晚也遗风强检 当局说这些大厦的污水 验出新冠病毒 怀疑有隐形患者 会为行动不便人士和长者 安排上满菜样 多区都有污水样本检测阳性 包括中西区和湾济区 涉及礼宾府和多座政府大楼 检测站大排长龙 中华爱丁堡广场的流动检测站 大部份来做检测的市民等最少半个小时 我打算少些人来 那来到怎样的 结果 都是这么多人 当局在山顶道 马几仙峡道 和洪棉路一带 即是包括礼宾府 警察总部 太古广场 英国驻港总领事馆 和山顶广场等等 检测的污水样本 都对新冠病毒呈阳性 显示可能有隐性传播者 当局话会透过物业管理公司和团体 向清洁工和保安派发三套快速测试套装 又呼吁当区居民和其他工作人士 愿检盡检 有居民希望尽快收到检测套装 数据都比较大 如果他可以派发给市民自己去做 就勉强好像今天这样排队的话 就会好些 因为一排排几百人 有些人未必适合排队 有好过没有 全民抢检始终有些人是不肯的 可能法理上也是难完全做到 派这些自行检测也是一个做法 但你很难一个区一个区这样做 其实你如果是做就全香港这样做 特首办说特首和家人还有礼崩府的员工 都会配合愿检浸检的呼吁 自行使用快速测试套装进行检测 同样有污水样本呈阳性的屯门大兴花园 附近的建生社区会堂检测站 大埔大圆村、八号花园、翠平花园等等 附近的泰和体育馆的检测站 亦都人潮不断 对于有污水样本呈阳性 有地区要遗风抢检 有些就派发快速测试套装 政府说会按风险评估 考虑有关地区渠网分布 人口覆盖率、病毒量和变种类型 传播风险等因素来决定 无线电视记者李卫尔报道 新冠疫苗首剂接种率突破八成 至今有超过539万人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 当中超过六成打伏必态 其余超过200万人接种了科兴疫苗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社交网站说 八成接种率得来不易 但并不足以抵御急剧恶化的疫情 遥足起社区保护屏障 需要尽快将接种率提升到九成 尤其是长者把握时间尽快打针 他又提醒打了两针相隔半年 亦都应该尽快打第三针 善友食一阵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警方检获125公斤怀疑海洛鹰和冰毒 共值超过1亿6千万 怀疑来自泰国、缅甸和老窩 4个人涉嫌犯运危险药物被捕 这批300多专怀疑海洛鹰包装上印有不同 新春贺词用来区分常度 行动中同时检获10公斤怀疑冰毒 警方说星期六清晨在红磡一个时租停车场 发现两架海宜私家车和的士 有两人怀疑正进行毒品交易 停车场外亦有两人把风 警员上前折停的士 发现50公斤怀疑海洛鹰 私家车逃走期间撞向警车后 并驶往左敦方向 走1公里被前车阻挡 私家车司机逃脱 警方就在车上发现65公斤 怀疑海洛鹰和10公斤怀疑冰毒 行动中无人受伤 将逃脱司机最终在洪水桥一个住宅单位被捕 被捕4名29至47岁男子 分别报称的士司机、装修工人和木业 个别有三合会背景 验证扣留调查 警方相信有人趁农历年大量 救入并团积毒品 警方相信毒品来自金三角地区来香港分销 已经倒截了 无线电视记者王子瑜报道 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 有美国官员说 俄罗斯已部署全面入侵乌克兰所需的七成战斗力 更多到东欧增援的美军抵达波兰 宣布向东欧增兵的美国 继星期六之后 载着另一批美军的C-17运输机 飞到距离乌克兰边境大约只有100公里的波兰东南部 热书夫 美国国防部早前说 1700个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基地的美军 将会进驻波兰 主要是陆军第82空降司的散兵 据报有能力在18小时内部署 以及发动山岗突击攻占主要目标 俄罗斯继续军演转视实力 星期六派出两架可以搭载核弹的 陶22M3远程军炸机飞越白俄罗斯的领空 和当地军方进行4个小时的联合军演 白俄罗斯军方同一发放片段 俄军SO-25M攻击机飞抵白俄罗斯 准备星期四开始命为联盟决心2022的联合军演 俄方说军队会在军演今个月20日结束后撤走 不过外界担心俄军的军事部署未有减少 有美国卫星图像公司上个星期五拍摄的卫星图片显示 俄军部队SO-25战机、火箭发射器等等 部署在白俄罗斯南部接任乌克兰边境的多个地区 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消息 说俄罗斯已经部署全面入侵乌克兰所需的七成战斗力 说若果俄军发动攻势 乌克兰首都几乎几天之内将会淪陷 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将会到访俄罗斯 他早前说希望透过和俄罗斯对话 缓解乌克兰紧张局势 德国总理索尔茨同日也会在华盛顿 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 据报是要向美国表明 德国会和美国以及北约站在同一阵线 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母先电视记者杨洁怡尔报导 欢迎收看这一节新闻 我是徐俊逸 这一节先看看国际消息 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 有美国官员表示 俄罗斯已经部署全面入侵乌克兰所需的七成战斗力 更多到东欧增援的美军抵达波兰 宣布向东欧增兵的美国 继星期六之后 载着另一批美军的C-17运输机 飞到距离乌克兰边境 大约只有100公里的波兰东南部 热书夫 美国国防部早前说 1700个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基地的美军 将会进驻波兰 主要是陆军第82空降司的散兵 据报有能力在18小时内部署 以及发动山港突击 攻占主要目标 俄罗斯就继续军演展示实力 星期六派出两架可以搭载核弹的 陶22M3远程军炸机 飞越白俄罗斯的领空 和当地军方进行4个钟的联合军演 白俄罗斯军方同一发放片段 俄军苏25M攻击机飞抵白俄罗斯 准备星期四开始命为联盟决心2022的联合军演 俄方说军队会在军演 今个月20日结束后撤走 不过外界担心俄军的军事部署未有减少 有美国卫星图像公司 上个星期五拍摄的卫星图片显示 俄军部队 高25战机、火箭发射器等等 部署在白俄罗斯南部 接任乌克兰边境的多个地区 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消息 说俄罗斯已经部署全面 入侵乌克兰所需的七成战斗力 说若果俄军发动攻势 乌克兰首都几乎几天之内将会淋陷 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将会到访俄罗斯 他早前说希望透过和俄罗斯对话 缓解乌克兰紧张局势 德国总理索尔茨同日也会在华盛顿 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 据报是要向美国表明 德国会和美国已靠北约站在同一阵线 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武先电视记者杨洁尔报道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不点命批评个别国家推行单边主义 早见小圈子 而中国以实际行动 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至今供应超过21亿剂新冠疫苗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刚刚过去的星期六 在北京会见出席东奥开幕式的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王毅强调 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 不稳定性 政杰在于个别国家打着多边主义的旗号 但是就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 推行单边主义 组建小圈子 热冲集团政治 他说中方一贯主张 浅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坚定支持联合国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 愿意和联合国加强国际发展合作 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王毅和古特雷斯 也就阿富汗和乌克兰等地区议题交换看法 古特雷斯说 当前国际形势动荡 在这个时候 弘扬奥运的团结互助精神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王毅同日也会见到访嫁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 王毅说 疫情以来 中方已实际行动 支持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克服自身困难 发起新中国成立以来 规模最大的紧急人道主义行动 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供应超过21亿剂新冠疫苗 中方愿意为全球彻底战胜疫情 作出应有贡献 共同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谭德塞就祝贺中国疫情防控取得巨大成就 赞赏中方大力支持全球抗疫 毛线日记者周四零不得 联合国报告说 北韩透过网络攻击加密货币平台 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发展核计划 北韩方面未有回应 联合国安利会的北韩制裁委员会 日前收到监察小组报告 雷透社引述摄叫叫 有成员国提到 在2020至2021年 北韩黑客曾向北美、欧洲和亚洲 至少三个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涉取超过5000万美元 少组认为 北韩黑客持续针对金融机构 加密货币平台为目标 报告提到 自2006年被联合国制裁的北韩 透过网络攻击获取资金 在过去一年持续发展核子 以及弹道导弹计划 虽然北韩没有核武 或者试射洲制弹道导弹 但持续发展核分裂物质的生产能力 又从海外寻求取得相关技术和材料 南韩不满北京冬奥的开幕式上 有表演者穿着韩服参与演出 质疑是侵占其他国家的文化 和不将南韩视为主权国家 向中方投诉 韩联社报导 中方回应说重视南韩的关切 北京冬奥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五揭幕 开幕里上其中一幕 有56个民族代表传递中国国旗 其中朝鲜族的代表 身穿白色和粉红色的韩服 事后引起中国和南韩之间的舆论战 南韩民众和政界批评 有关安排是主张韩服是中国文化一部分 明显将其他国家的文化据为己有 南韩文化体育观光部长王熙更加说 是涉及国家的概念 王熙强调南韩已经是世界十大强国 对事件表示遗憾 有内地网民就反击 说除了朝鲜族 还有哈萨克族 塔吉克族和俄罗斯族 但这些国家都没有表达不满 述团出席冬奥开幕里的南韩国会议长 是南韩最具代表性的文化 今后将会依据建设性的方式 和中方各程级保持沟通 南韩外交部有官员就说 会持续向中方表明 有必要尊重对方固有文化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仪报导 休息回来会有本港消息 本港连续第二天 确诊个案超过300宗 星期日新增342宗 全部都是本地感染 多座维峰强檢的大厦继续找到新患者 屯门大兴村兴泰楼要延长维峰强檢多一日 所有067单位住户 因为有垂直传播需要辞来到检疫中心 屯门大兴村兴泰楼维峰一晚 当局公布大厦有11宗初步阳性 1宗检测结果不确定 形容情况令人忧虑 决定延长维峰强檢至到星期一 食物和物资之后云到 大厦两个067单位 两个10楼的单位有人染疫 大厦内怀疑出现传播 有住在兴泰楼的居民就说 部分的楼层都贴出了公告 或那层怀疑有住户确诊 呼吁他们不要离开自己住的单位 同村的兴窗楼 同晚的围峰强檢 2633个人入面 亦都发现了两宗初步阳性 在沙田新翠村 新月楼和新伟楼的行动 总共3871个人做了检测 当中新月楼低座 发现三宗初步阳性 高座发现8宗 而新伟楼高座就发现2宗 低座无新个案 另外最新公布怀疑出现大厦传播的是 沙田石门村美石楼 暂时有2个07室单位有人染疫 当局说这波至今 有超过24座大厦出现垂直或横向传播 这些大厦我们也很快在做一些撤离处理 包括农历新年期间 几乎也是天天在做这些行动 在今次疫情的经验 大家看到其中一个风险位 就是那些抽气 和U型格气位的防御措施 当局再次提醒要保持家居卫生 并且定时注水道渠口 无线电视记者彭永熙报道 这波疫情至今仍有320宗个案 未找到感染源头 多个估计社区有数200条传播链 三间公立医院都有病人初步确诊 而多间院舍也有人感染 另外再有没有接种疫苗的患者病情恶化 要入深切治疗部 三间院舍有人确诊 包括深水保园周街百乐安务院 一个93岁没有接种疫苗的女院友 同院舍大约30个长者和7个职员需要检疫 旧世军保林长者之家 一个保健员也确诊 40多个院又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航文田香港药能协会省康员 有两个人确诊和两个人初步确诊 分别是护士、存访员工和职员 部分院又和职员需要检疫 再有感染Delta的患者情况严重 继77岁没有接种疫苗的女病人 至今仍然危态 再多一个没有接种疫苗的 84岁男病人情况严重 她入院三天后要转到深切治疗部 可以看到如果没有接种疫苗 在这些个别的个案上 你会看到她的病毒量会多 而从而造成超级传播的现象 疫苗也有效 可以帮我们做到 减低感染了人重症的风险 和死亡的风险 我们尤其希望长者尽快 可以提升接种的覆盖率 当局说本港金波疫情 累计超过320宗源头不明公安 遍布全港区各个阶层 最多住在深水堡 沙田 九龙城 葵青和黄大仙 其次是尹尖王和屯门 估计社区存在的传播链 达到3位数 当中不少在新春期间的跨家庭罪会引起 中国人的传统都会去不同地方吃饭和拜年 有些人都有去保链市 车工廟 这些人比较多的地方 我们都担心在这些地方 都会有些冲突 深水堡教会群组至今12个人 确诊或初步确诊 元朗广场的爆发 累计13个人受到感染 被问到个案删落全港区 公布患者资料的时候 也有部分个案未收集得及 围堵方式是否有效呢 行政长官也都解释过 全民检测的困难 而第二方面 我们主要做到的目的 希望都是做一个围堵 尽快做到围堵 和尽快做隔离 全民检测的效果 其实之前 我们在2020 做了一个社区的全民自愿检测 也都见到 不是说真的 收效是很高 故此在现阶段来说 我们会集中的资源 是全力先做好那个围堵 当局说这波疫情仍然未达到高峰 呼吁出现轻微病症 也都要立即求议 无线电视记者启申报道 多个政府部门都有职员受到感染 港台旺角度办公室 一个职员初步确诊 最后在上星期五上班 食环树也有两个卫生督察 以及三个工人也都初步确诊 分别在上水逃房 天水围办事处 旺角度和雨周街垃圾站 以及上水新城路办事处工作 民政事务总署 由麻地梁显利社区中心 一个后勤工作的 兼职助理活动干事也初步确诊 漁湖处也有一个在湿地公园工作的农林督策确诊 因应疫情 湿地公园上个月7日起已暂停开房 黄大仙和屯门区多座大厦 因为污水检测到新冠病毒 纳入强制检测名单 包括鑽石山两个屋苑 宏景花园全数六座 屋苑的综合大楼和停车场 以及附近的家风台全数五座 住户和到访过的人都要检测 至于屯门大兴花园第二期 第十、十一座 和卓尔居第五、六座 曾经身处大厦的人 亦都要在指明日期强势检测 多去都有污水样本检测阳性 包括中西区以及关制区 涉及黎宾府 以及多座政府大楼检测站大排长龙 中华爱丁堡广场的流动检测站 大部分来做检测的市民等最少半个小时 我想少些人来 那来到怎样 因为都是这么多人 当局在山顶道 马基鲜峡道 和雄绵路一带 即是包括黎宾府 警察总部 泰古广场 英国驻港总领事馆 和山顶广场等等 检测到的污水样本 都对新冠病毒呈阳性 显示可能有隐性传播者 当局话会透过物业管理公司和团体 向清洁工和保安 派发三套快速测试套装 又呼吁当区居民和其他工作人士 軟检检检 有居民希望尽快收到检测套装 数据都比较大 如果他可以派发给市民自己去做 就勉强 好像今天这样排队的话 就会好些 是的 因为一排排几百人 有些人未必是适合排队 有好过没有 这些 全民抢检 始终有些人是不肯的 可能法理上也是难完全做到 派这些自行检测 都是一个做法 但你很难一个区一个区这样做 其实你如果是做 就全香港这样做 特首办说特首和家人还有礼宾府的员工 都会配合软检检检的呼吁 自行使用快速测试套装进行检测 同样有污水样本呈阳性的屯门大兴花园 附近的健身社区会堂检检检站 大埔大圆村、八号花园、翠平花园等等 附近的泰和体育馆的检测站 亦都人潮不断 对于有污水样本呈阳性 有地区要为风抢检 有些就派发快速测试套装 政府说会按风险评估 考虑有关地区渠网分布 人口覆盖率、病毒量和变种类型 传播风险等等因素来决定 政府在多区派发快速测试套装 被市民自行检测 但有人说说明书只有英文 担心不适用 由供应商说 采样手势会影响测试结果准确度 建议政府提供详细说明 政府因应大厦污水样本 验出新冠病毒呈阳性 向居民或清洁工等特定工种的员工派发快速测试套装 并计划用这种套装推行全民自愿检测 以尽早识别隐性患者 政府就快速测试拍摄了一条30秒长的宣传短片 教导市民两条线代表阳性 一条线代表阴性 要等20分钟才可以读取结果 时间不可以过长或过短 结果呈阳性 应尽快到急证室求诊 不过有收到套装的居民说 担心会有人不懂得用 就是平时电视看到那个30秒的广告 没有一个示范的短片 里面有一个说明书 都详细讲了是怎样用那个测试的套装 但是呢 全部都是英文 和字就很小 所以我也担心 如果那些老人家 或者那些人不懂英文 其实是用不了这个测试套装 啟程邨就将贴通告 说会将测试套装放入信箱 通告负有使用方法的二维码 掃描之后会连接去一条 长近四分钟的教学影片 语言是英文 但有中文字幕 有供应商就说採用手法 会影响快速测试的准确度 认为政府可以统一说明书的格式 例如同时附设中英文 并配以详细的示范影片 协助市民正确使用 他强调快速测试不能够除代核酸检测 又说如果结果没有线条显示 即是属于无效 应该到核酸检测站检测 母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 大埔蛇山路田寮下一间村屋 一个男人死亡 身上有伤痕 警方将案件列作谋杀处理 现场消息说警方拘捕一个男人调查 警员拉起封锁线调查 并向在场人士录取口供 昨天下瘦6点多 警方接迫一个男人报案 说他的轻上昏低 救护员到场发现昏低的68岁男人 身上有围刀伤证实死亡 消息说警方怀疑死者64岁的弟弟 涉嫌有关将他拘捕 机场西面水底铺设了100座人工鱼椒 进行为期一年的监察研究 评估将来在北大鱼山海岸公园 铺设人工鱼椒的可行性 机管局表示 人工鱼椒由龟灰黏土制成 每个长大约52至90厘米 重大约56至180公斤 表面布满大小不一的洞 无耳天然珊瑚礁 部分亦都移植活豪苗 期望吸引更多海洋生物棲息 以及依附生长 在山跑系统后年落城前 北大鱼山水域将会指定一个 全港历尼规模最大2400公顷的 新海岸公园 面识超过120个维园 机管局年中将会检讨人工鱼椒效果 再评估日后能不能够应用在海岸公园 回来有另一节新闻 放入水域 ern译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